Duck now Yeah I'm giving it all today Yes I I ain't making it that easy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穩定音響YouTube頻道 我是Eason 今天我們要跟大家開講的主題 是有關於這個 Hi-Fi跟High-End音響 到底它追求的目標是什麼 這個主題其實我把它分為五個部分 來跟大家聊聊 那首先第一部分呢 我們要問你們自己 我們到底對於這個Hi-Fi 或High-End這種聲音的追求的目標 到底是什麼 那過去也有人在講是說 我高級音響High音響 我就是要還原現場 那當然有人覺得說 我就是要聽到這麼美這麼甜的聲音 讓它用這個聲音來撫慰我的心靈 那當然無論你是採用什麼樣的態度 去追求你的高級音響 在高傳真也好 或是中級發燒的還原這個高級音響 大概要具備哪方面的條件 首先呢 第一點就是我們的 真實性跟自然度 那當然有時候 在唱片的選擇上面 你常會碰到 有一些是屬於罐頭音樂 或者是它是不是現場錄的音樂 那這些音樂的挑選 便顯得非常的重要 這個會導致你在整個音樂的聆聽跟認知上 會有一些差異 聲音的極致追求的還原度上 盡量保持就是要 讓它聲音聽起來就是很自然 然後貼近這種現場的感覺 如果說當時它的錄音是沒有做太多的加工的話 我相信這是可以更容易展現 那接下來就是很高的動態範圍 那一樣還是要回歸到音樂的本身 就是如果當時這些錄音的現場 它所有的這些樂器也好 或是這些現場的演奏 通常會有產生很高的音壓 或是很高的動態 那在透過錄音的這個過程當中 然後日存唱片 然後再透過我們系統再回放的時候 我們的系統能不能回放這些 當時所呈現出來的這些高的動態細節 那這個就會牽涉到說 如果這個動態範圍非常的大 所謂的動態範圍非常大 就是你的高音壓跟你的低音壓的落差很大 現場錄音所潛藏的這些音樂細節就被遮蔽掉 所以這個高動態的範圍 尤其是在弱音的部分 那這個也就是為什麼我們要去在乎空間的問題 跟你擺設的空間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接下來就是要很低的失真跟噪音 那這個部分也跟我們的音樂主題有關係 跟我們的設備也有相對很重要的關係 你的設備失真越少 底噪越低的時候 相對這些音樂的細節的浮現就會更清楚 那這個跟這個高的動態範圍是有點不太一樣 那這個部分就是在設備的這些 比如說我們的這個叫做SMB 訊號雜音笔的部分 再來就是說你的頻率響令是否平坦 那Eason過去的經驗有碰到有一些喜歡聽樂的 他特別喜歡聽某一些類別的音樂 比如說他喜歡聽人聲 他特別把人聲調得非常的甜美 可是他在放其他樂器的時候 卻沒有辦法很清楚的展現音場 基本上他的調教的方式就已經扭去了 所以他的音樂的適應性就變得非常的低 只能夠播一些比較他認可的 他覺得好聽的音樂 再來就是說你能不能在你的音樂當中聽到這些 所謂的空間感跟定位感 以唱片來講的話 你在錄音的現場 那我們如果不是多軌道去做一些混音的話 有一些可能用比較簡單的單支點的立體麥克風去收 或者是說用比較自然的一種錄音法 而不是說透過太多錄音室設備的一個修整 盡量的還原到那個空間的本質 那以我的觀點來看的話 音響設備是用來炫富的嘛 可是他明明就擺在家裡 他又不像車子一樣對不對 可以開出去就是遭風引碟 或是引起別人的側目 大家都會回頭看一下 哇你今天開了很炫的一台車 他明明就擺在家裡對不對 所以我不認為他是用來炫富 那當然有一些人會把它歸類 就是說買高級發燒藝的食用來炫富 當然你要這樣子去解讀 我覺得也不能說你不對啦 因為每個人的經濟能力真的是不一樣 所以客觀來講 這個東西其實是沒有辦法比較 就是每個人的收入都不一樣 所以我只能夠講是說 音響的發展它是基於人們對這個音樂的熱愛 然後當然這些音響廠商也不斷的製造跟創新 或者是發現能夠做出更好的設備 來提供給這些喜歡音樂的人 大家都喜歡那種追求卓越的感覺 那我覺得一樣在高級音響的範圍裡面 從車庫文化開始去做這些音響設備 到他們有一個很大的願景跟夢想 就要把這個音響設備做到全世界最好的一個音響設備 然後再來就是說奢侈品牌 那當然這個部分比較不會在我們的音響的這一塊來出現 當然近十幾年來我覺得越來越有這樣的趨勢 這好比就是說 Eason有喝過威士忌 大概淺淺的大概了解一些 那過去其實一些蘇格蘭威士忌的這些老廠 講認真的在有一段時間其實也是面臨到官場 倒閉的也是有很多 那後來2000年以後就慢慢慢慢慢慢 可能是整個經濟的復甦跟整個生活物質條件也好 都有在提升之後 反而這些以前關掉的廠就慢慢的恢復 也觀察到有一些像一些做奢侈品牌 尤其是像全世界最大的這個奢侈品牌 像LV這個奢侈品的龍頭 甚至還會投入這些威士忌廠 去買這些威士忌廠 還透過包裝 可是這樣一旦經過他們的包裝之後 那個價格又會防備 我覺得這對我們消費者來講是一種傷害 這個東西不需要那麼高的價錢去得到這個東西 可是透過這樣的操作 其實就會產生這樣的質變 那無論如何這個本來就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 我們沒有辦法去控制這些東西 音響其實也是加劇的一部分 只不過是它不能像沙發一樣有做有功能 但是它是拿來聽的 那也是在服務我們的生活這樣子 那當然這個我還是需要強調 並非所有音響花了那麼多錢都是為了炫耀它的財富 那當然大部分人都是為了要追求更好的這些聽覺上面的體驗 就會不斷地投資在這些高級音響的設備 那不僅僅是當然有時候這個過程當中 也可以彰顯了某一個人的他的經濟能力 當然很多人購買音響的動機其實是因人而異 要取決於個人的興趣還有每個人的價值觀 到底要花多少錢在這些音響設備上面 那你也可以問問你自己 坦白講我自己也沒有什麼概念 要花多少錢 這其實這是一個無解的答案 這個絕對是因人而異 當然比較簡單來講就是根據你的收入 或是每個人的經濟狀況 有時候這種狀況會碰到就是朋友建議 這個都沒有關係 重點是建議你的朋友 你要先確認一件事情他到底懂不懂 如果他是懂的話 那你可以稍微聽從他的建議 不過你還是要把你所使用的方式 清楚地表達出來 不然這種沒錯之言 不見得是可以得到很美好的回憶 畢竟生活是你自己要過的 你自己選的 你還是要知道說你想要的是什麼 你的需求是什麼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有些人可能太過於熱愛太過於喜愛 而忘記去設一個停損 當然也是會有發生這種狀況 或者是一開始選擇的設備 可能不是如他所想像的 第一步錯了之後 然後還想要繼續一錯再錯的這樣走下去 那反而我倒比較建議說不如重來 這個變成是一個疊床架屋 在沙灘上蓋房子的概念 那因此你要找一個就是真的 能夠來幫你做一個好好的規劃 及建議的這個廠家也好 或者是說聆聽的音樂類別也好 或者說你自己的使用音樂或聽音樂的習慣也好 來去做一個清楚的告知 那你這樣才能夠得到比較完整的答案 所以在我到底要花多少錢去買音響設備 這件事情我覺得基本上是沒有答案 所以因此要買的時候要花很多的時間 或者是說需要找到一個真的懂的 或是可以幫助他來去了解這個東西 然後進而添購這些設備 一樣你買車買房子買什麼東西都是要事先做功課 也不可能傻傻的就商家推什麼你就買什麼 那第一個房子被騙 第二個你也要找到你自己喜歡的東西 再來就是這個東西適不適合你 還有價錢合不合乎的需求跟預算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要花多少錢這件事情 都是要因人而異 那當然目前為止我比較少碰到這種包挖戶 突然說得樂透了說要跟我買音響 現在目前是沒有開個玩笑 有的話我也會很開心 我會好好的服務他 然後告訴他應該要買什麼 想太多 我打算升級到什麼樣的程度 這個部分在音響的升級過程當中 其實很多人都會很茫然 到底我要升級到什麼時候 我只能夠說人生的階段大家都不一樣 你要慢慢的自己實踐還是要一步到位 音響系統的升級程度是一個相對主觀的問題 有時候你要取決於個人的聽覺需求 和預算跟音質的追求 不過我們還是大致上 我們把它分類在五個等級 首先就是入門級 那入門級的部分就是說通常都是初學者 或是相對來講價格比較低 不過別人的入門有可能是你的頂級 沒有辦法這樣去對比的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只是在分享說 雖然一些入門級的設備不能像那些頂級的 或是一些比較高端的這些品牌的這些特性 不過他們還是有相對的一個品質 那我只能夠講說你在入門的過程當中 從那個部分才開始學習 但有些人講的比較難聽這叫推坑 進入到這個坑可能這個坑水很深 當然我覺得我們把這些資訊講得更透明更公開的時候 其實這個都是可以個人選擇 你不用擔心你要花多少錢的問題 再來就是到中級 那有可能中級的時候 你可能對你的揚聲器跟擴大機跟這些音源設備 可能你已經都有買過一套的 那可能這個時候你就要開始再做升級 那你有一些初步的概念 然後在品牌也好跟這些設備的部分 了解都有一定的程度 那當然這個部分我會比較傾向於說 你要找到自己的喜好或你適合你的 有時候我們常常會聽一聽 然後不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 那這個跟影片前面的觀眾分享說 你喜歡什麼樣的音樂 你常聽的是什麼音樂 跟你想要聽的是什麼樣的音樂 來去做一個分區 分析完之後做一些比對 再從入門再跨到中級的這一段 那這中間的過程其實也是沒有一個價錢的量化 我只不過是說可能就是一個第二階段 你可能對音樂的這些回放的過程當中 這些音響設備跟各設備之間的器材內容的特性 包括擴大機的特性 喇叭的特性跟空間的特性 線材特性都有基礎的了解的時候 那你要怎麼樣選 這個是中級的要去做的一些功課 那當然這個有可能要設想到 然後再跳下一階 那你目前要停留的位置是什麼 再來就是所謂的高級 那這個高級的部分就是 涉及到這個喇叭也好就變得非常昂貴 擴大機也會非常的貴 甚至可能會更要求空間 包括你的音響架 你的空間的一些聲學的處理 還有就是說 你可能會很在乎這些聲音的一點點的改變 包括這個唱片聽起來可能 深度跟程式沒有那麼好 那再來就是我們所謂的定制化的選擇 這種東西就是某個品牌幫某一些人做一些客製化 包括空間也是客製化 包括它的設備的部分有某種程度的客製化 那當然這個部分算是很少很少 過去在GOMON他們有做過這樣的案例 像在美國他們有做過一些劇院的一些空間 就是客製的包括他們的揚聲器 他們的整個劇院的系統做一些客製的規劃 那這個都是在比較奢華的品牌才會出現 然後再來就是更專業的部分 有一些音響愛好者可能要選擇這個 應該就是說 它用上最新的這些技術 用很精密的調教的方式 那這些系統非常非常昂貴 包括它的空間的設計 每一個細節包括你可以看到的這些放大器也好 喇叭也好或者這些線材也好 或者這些空間的反射吸收擴散這些 全部都要按照這樣來標準 升級音響系統的程度應該符合個人的需求和預算 我覺得在考慮升級的時候 你可以很明確地找出你自己對音質和性能的期望 然後根據你自己的預算要逐步升級 然後最主要在升級之前 你要慢慢的去了解到這個不同音響的主權 以確保這樣的投資能不能提升到 你所得到的這些視聽或聽感上面的效果 以上就是我打算升級到什麼程度的部分 給大家一個提供大家一些參考的一些想法 音響對我來說是什麼 那這個同時也可以問問影片前面的觀眾朋友 如果說你覺得音樂音響對你來說 它是什麼樣的一個意義 那可以透過幾個面向來討論 那首先呢第一點是在情感的這個方面的表達 那其實我覺得音樂在這個情感的表達上 是一個滿強大的一個工具 畢竟我們的音響系統在傳遞這個音樂的過程當中 透過創作來產生這些音樂跟這些唱片 在早年呢 卓碑林的時代 在還沒有開發聲音之前 默片的時代 看電影的感受度 跟現在有透過音響的效果的感受度 那是天差地別 我覺得音響對人類來講的話 它有涵蓋了很重要的幾個意義 包括娛樂情感還有文化 還有一些應該講社交跟認知上面的等等多方面 不僅值於是在整體的這個娛樂體驗也好 或是情感的表達也好 算是一種文化傳承吧 那我在這邊簡單做一個總結 我覺得音響這個行業存在已經很久了 而且很多新的觀念跟知識不斷地更新 那我覺得很多人在對音樂的喜歡也不曾改變 那由於科技有不斷地進步 再加上現代人的生活壓力越來越大 反而在心靈上面的進步其實是少得可憐 我覺得在精神城市上面的提升 或許我們在家中待的時間這麼長 那音響設備來提升家庭氛圍的一個很好的工具 我覺得要花多少錢這個部分 我們會根據個人的能力去做決定 跟有沒有錢其實沒有什麼太大的關係 即便你很有錢你也不見得 你就會買很高級的音響 所以這個東西是個人對於這個音樂的喜好跟喜歡 只要你喜歡的時候 你就會願意去花時間跟花精神去追求這件事情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那如果你們也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幫我們訂閱按讚加分享 我們下次見 掰掰